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 我们在死亡身边站着 我们收拾着 没有多说 然后我们又离开了 我名字叫何维隆 剧中朋友们都称我为龙哥 他曾经在江湖上 混过黑道年轻的时候 现在年纪大了 他做了这么一个清洁公司 专门清理一些特殊的现场 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工作 我已经长大了 他在剧中有一个最大的情感任务 老婆刚走 女儿也长大了 就离开了家 到了美国念书 女儿回来了 面对她女儿的时候 很不会沟通 我已经不是想女生了 我自己的事情可以自己处理 这对妇女在剧中 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相处状态 好 来 准备 好 李大学百姓 World 老师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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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天是多可怕的 台湾温度多高的 七月天 这么大热天 四十几度的时候 我们穿那个防护衣 穿上去的第一秒钟 全湿了 整天它不停地汗在里面 流到我身体 觉得痒痒的 一直在痒一会 有汗在滚 后面有一段时间 你就要很小心自己的呼吸 因为你很怕这种超窄的 一种流汗的量 会不会你会突然昏倒 我真的有这个感觉 觉得我别在重脸面前 突然倒下去 很小心地呼吸 很小心地 度过每一天的每一秒 这很挑战哪 我想我是几岁人呢 我怎么做这个事 他们不是警察 他们不是牧师 他们不是消防队 他们对于人事的这些灾难 完全没有涉足 他们只做了一件事情 是事后的清理 整个人生大悲剧发生完毕之后 他们来了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 认为人已经早 来发生都已经发生完毕了 他们只是来收拾 他们默默地来做收拾 没有人注意他们 没有人会歌颂到 好 来 请整理 好 来准备 这准备 这什么意思啊 怎么可以 现在不断了 一些人生话题 他们这么一个组 在一起工作 除了我刚才说 那个黄色的黄护衣 很让人受不了之外 他们这个角色 彼此互相之间的互动 也是非常微妙 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故事 我们的故事位置 很像是这样的 我们在死亡身边站着 我们收拾着 没有多说 让我们又离开了